大家好,我是阿萨社区的刘老师 很高兴就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这段时间我录制的交易技术视频 得到了很多不错的反馈 我们公众号阿萨社区后台里收到很多的留言 那么都想学习更多教育课程 那么今天我们要交给大家一个 不管是做股票还是期货还是外汇交易 可以说都必须要掌握的 并且人们称为这个技术指标之王的这么一个技术指标 那就是MACD指标 MACD对K线的走势判断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非常的好用 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的一起来到盘面当中 看一下这个MACD都有哪些用法 好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进入到盘面当中来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盘面呢 是欧元对美元的四小时图 那么上方是K线 下方是MACD指标 那么我们这个用的这个MACD指标呢 和这个软件自带的不太一样 那么这个软件自带的话呢 它是这个单线的MACD 那么这个我们用的是双线的 和大家平常接触到的比较的这个一致 现在我们来看到 MACD指标呢 它被称为这个指标之王 那么肯定是有原因的 今天的话 我不想跟大家讲太多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东西 跟大家深入讲一点重要的东西 首先我们确定一点什么呢 就是很多朋友在用这个MACD指标的时候 喜欢用它的这个背离 那么看到背离了 就认为机会来了 并且呢 是判断背离的时候 是根据这个MACD的这个快慢线 也就是DIF线跟DEA线 那么看两根线的一个背离情况 但其实朋友们注意 我们在看MACD指标的时候 这个红色以及绿色的这个动能柱 它的这个重要性比这个快慢线要更重要 好吧 所以我们在看MACD指标的时候 不仅要看快慢线 还要看这个动能柱的一个表现 那么为什么我说它重要呢 好 大家来看 首先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看 我们以这一段行情为例 朋友们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对应的这个MACD 首先我们看前一段 那么前一段 有一段比较长的一个涨势 然后的话 这一部分对应的MACD 红色动能柱是比较强的 那么随后出现了一段回调 然后对应的MACD 双线开始死差 然后绿柱开始出现 那么可能看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朋友会以为 首先MACD有了死差 然后的话 这一个双线也来到了 零轴的这个下方 这么这个时候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认为 这个趋势可能要有多转空了 对不对 但其实后面的趋势并不是这样 而是继续上涨 创出了新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我们在看这个MACD指标的时候 如果你只看双线的一个运动的话 忽视了这个动能柱的一个 去分析的话 那么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 错误的一个判断 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段行情 我们除了看双线之外 我们先看动能柱 大家看 这是涨势对应动能柱 然后这是跌势对应动能柱 其实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的一个涨跌变化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动能柱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首先涨势的这一个动能柱 它的整体的一个表现 以及跌势的这个动能柱 一个整体的一个表现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朋友们 你看 涨势的时候对应动能柱 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我们可以看到它大小 然后跌势的时候 它的动能柱是这样的 是这样 一个缓跌 然后这样上来的 对不对 但是的话 涨势我们想到 几涨 对不对 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 大家注意相比较而言 就是急涨 急涨 然后缓跌 那么这个时候 表现在MACD动能柱上 我们就可以发现 动能柱 红色动能柱 它的这个斜率是非常陡峭的 而绿色动能柱 它的斜率是比较缓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我们来看的话 就能大致判断的出来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一段下跌 它并不能改变前面 这一段上涨的一个格局 它并不能改变前面上涨的格局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动能柱 能够得到的一个启示 所以我们说 在看MACD指标的时候 我们不能光看着双线 双线重不重要 重要 那么它所处的位置 它的这个金叉死叉重不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观察 动能柱本身的一个变化 它的这个角度 拉伸以及下跌的一个角度 那么它能够给到 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判断当前行情 涨势或者跌势的一个 灵力的一个程度 可以这么讲 就是涨势和跌势是强还是弱 那么可以从这个角度当中 我们得到一个判断 所以 那么这一点的话 是很多朋友在用MACD这个指标的时候 容易忽视的 只看双线 只看金叉死叉 所以 那么这一点 是我今天想跟大家重点分享的一个点 好了 我今天就说到这 如果你想学更多外交技术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并且回复技术指标 就可以领取我们的教学课程 以及相关的MACD插件 欢迎大家来咨询外交投资问题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期 再见